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配广告的机会 他们找不到年龄适合的小女孩 那那个时候 我父亲的同事 他是主要在配广告 于是呢就请爸爸带着我 去录音室试试看 一试呢非常顺利的 就让他们完成了这个广告的配音 所以就 在那个机会认识了 我的师父武力老师 其实我比较 喜欢说的方式是 我会依系中 每一个角色的性格 还有他在里面遇到的 一些事情 来去设计 这个声音的表现 比如说 唐波古典秋香里面的巩俐 因为他是 一个丫鬟嘛 所以声音必须要 很谦卑很恭敬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又是 丫鬟里面的 头头 秋香姐 又要有一点点 能够带领着姐妹们 又要有一点点的权威 但是又不能太过 我告诉你 男人穷并不要紧 但要有骨气 有才学 不然就算读一辈子书 也不过是个废物 我还蛮喜欢配一些 骂孩子的角色啦 撒泼的角色啦 这种性格比较强烈的 因为可能是跟现实生活中的我 个性不是很相同 所以配起来呢 会有一种发泄 抒发的感觉吧 你这个丧心病狂 花言成为他死和尚 这下你可满意了吧 好好的家里被你拆葬了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还我鸟子 还我鸟子 当年接触 许仙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心中准备 跟设定的 因为就是一般的工作 那到了现场 才有领班陈敏洋老师 告诉你说 哦 你是配许仙 那当然心里面想的就是 哦 许仙 那是一个男性的角色 那么再一看 演员是叶童 他的扮相 还有他说话的方式啊 肢体语言 其实很快就能够进入到那个 比较男孩子气的角色里面 只是说一开始 当然用比较男性的声音去配呢 稍微阳刚了一些 后来配着配着 很快就发现 其实许仙这个角色是有一点呆萌的 传家 传家 快把仓里的雨伞给我 大姐 我这把雨伞 你们先拿去用吧 那你自己呢 我不妨事 你们快拿去吧 傻官人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真的 为妻宠你爱你都来不及 你还说不气 你看 你都气哭了 都是我不好 好端端的 我看什么江湖卖艺 丢下你一个人不管 这么不懂体贴 我 我真是比士林还不如 官人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下次再也不会了 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再有下次我烧了你 说实话 我自己本人也是很激动的 因为张主慧老师 前面一直在家庭中 无法抽身 那现在因为孩子都大了 他也愿意再出来 跟喜爱心白的朋友们见面 那我们三位能够再一次 一起重聚 我心里是非常期待 也非常激动的 希望喜爱心白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哦 雪兰芳 邀您关注虚度八声优剧白蛇传 7月14日 北京北斩剧场 首次公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